大家好,我是007 今天带你走进美国20世纪最残忍的案件 克里斯沃兹杀其灭女案 34岁的夏伦是当地的小网红 热情大方,聪明能干 时时刻刻跟粉丝分享他的幸福生活 在25岁就凭一己之力拥有自己的房子 丈夫克里斯是石油公司的员工 为人勤奋谦逊 是外人眼中的好好先生,慈爱的父亲 他们有一栋大房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 2018年6月 34岁的夏伦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又怀孕了 并称赞丈夫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这样幸福的宣言仅过去两个月后 夏伦和两个女儿就离奇失踪了 2018年8月13号凌晨1点45分 夏伦出差回来 同事兼闺蜜把她送到家 天亮后 闺蜜久久无法联系上夏伦 便赶紧打电话询问克里斯 克里斯表示自己凌晨5点多便出门上班 不知道妻子去了哪里 闺蜜意识到不对 赶忙报警 下午1点40分 警察赶到 不久 克里斯赶来打开房门 众人转了一圈 屋内空无一人 按照克里斯的说法 两人早上因分居的问题发生过争吵 而且两个女儿睡觉避盖的毛毯消失无踪 由此她猜测夏伦可能带着孩子们去朋友家小住了 但随后 众人在屋内发现了夏伦的手机 戒指和车钥匙 女儿和夏伦的药都在抽屉里 没有带走 对于一个网络博主 手机简直就是命啊 哪个成年人出门不带这些 除此之外 警察注意到 卧室大床光秃秃的 枕头被扔在地上 床单却消失不见 这栋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妻女的消失 克里斯请求公众帮助 还在电视上喊话妻子 回来吧 我想你们了 但她的表情却格外镇定 没有一丝慌乱 甚至在记者镜头前 不经意间露出笑容 警方进入调查 全程搜寻 还出动了警犬在房子周围寻找 但母女三人踪迹全无 附近的摄像头 也没有捕捉到他们出门的身影 很快 克里斯的弹顶被邻居打破 根据邻居门口的监视器画面显示 凌晨5点30分 克里斯好像在往车上搬运什么东西 面对警方的询问 克里斯身体摇摆不定 频繁眨眼吞口水 显得越来越局促不安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了更多细节 2018年6月 夏伦分别克里斯带两个女孩回老家过暑假 他们将在奶奶和外婆家中各住一段时间 克里斯的180度转变就发生在这一个多月 刚开始他还会积极回消息打电话 之后一天比一天冷淡 夏伦只能祈求他回消息 两人在见面时 克里斯对夏伦彻底失去了耐心 不仅拒绝他的求爱行为 还无视他孕期身体上的不适 整整五个星期都对他冷眼相待 走投无路的夏伦只能找朋友诉苦 为了改变现状 他不断反思自己的问题 太过强势 婆媳关系不融洽 他不断向克里斯示好哀求 但丈夫的态度依旧不冷不热 之后夏伦带着满心困惑到外地出差 和夏伦不同 克里斯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 在妻子怀着孕照顾两个孩子时 他带着情人干柴烈火到处旅游 享受着婚外恋带来的刺激和甜蜜 8月13号 夏伦出差回到家 一心想和丈夫修复关系 天亮后却和两个女儿离奇失踪 克里斯一再否认和自己有关 警方拿出杀手锏 对克里斯进行测谎 整个过程克里斯漏洞百出 最后在警察的寻寻善诱下 他第一次崩溃大哭 做出了逐下供述 自己和夏伦的婚姻早有问题 那天早上他提出离婚后 妻子情绪失控 掐死了两个孩子 自己一怒之下 便失手杀了夏伦 随后他开车来到工作的油田 把两个女儿的尸体 塞进原油罐中 在附近挖坑掩埋怀孕的妻子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警方在油田找到了三具尸体 但尸检结果并不符合他的说辞 随着调查的深入 所有证据都表明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8月13号早上 克里斯亲手掐死两个女儿 又到卧室掐死了妻子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女儿们并没有死 他跑来房间询问他 妈妈怎么了 于是他谎称妻子生病 用床单包裹着夏伦的尸体 带着被吓坏的女儿们 去了油田 克里斯在车上 用毯子闷死了妹妹 并一股脑地 把她丢进了原油桶里 四岁的贝拉 看到爸爸杀害妹妹后 大声喊叫着反抗 爸爸别杀我 但克里斯却像杀红眼的狮子 把女儿活生生地 塞进了原油桶 石油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这样他就能保证 两个孩子不会再出现 以绝后患 而夏伦的尸体 由于太大 不能塞进油罐 他便把妻子 埋在了附近的荒地 随后 克里斯感到 从未有过的轻松 他去便利店 买了一个三明治 迫不及待的出售房子 致电情人 讨论未来的幸福生活 四条生命 八年恩爱 转瞬烟消云散 克里斯被判处 无期徒刑 法庭上夏伦一家 气不成声 而克里斯的母亲 却在法庭上 对儿子说道 我原谅你 你 凭什么 受害者的父母 在悲痛中 难以愈合 你有什么资格 说原谅儿子 在夏伦眼里 克里斯是一个完美丈夫 他不止一次在网络上 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爱 满怀期待 希望他回心转意 在女儿们心里 爸爸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英雄 但最爱他们的人 却让他们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可悲的是 这样的人间惨剧 并不是个例 从杭州杀妻分尸案 到拉姆的火烧案 再到这桩 克里斯杀妻灭女案 全世界每天有137名女性 被自己的伴侣或亲人杀害 消失的爱人 每天都在上演 不要让婚姻成为犯罪的保护伞 更不要让家丑不可外扬 成为罪犯的遮羞布 今日互动 你觉得婚姻给女人带来了什么 我是007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纪录片 带你看更多精彩的遮羞布